网民想问看用品股 我说他的问题也有点长 他说他未有货的 他要均草 他说第三季想建仓的话 应不应该加入两大龙头 就是你刚才说的李宁和安达 他就问因为一路升 都一路不敢追 现在价位入会不会很危险 还是坚持不高追 选择其他股份 他说他有朋友 65元已经入了李宁 看着朋友笑着赚 有朋友笑着他不一早跟 很浩涂 很惨 可能也是很多人的心声 如果他说他真的想 好像你刚才说 李宁和安达 如果是什么位置好呢 其实这个问题里面看得到 如果你说一路 当时李宁说的 六十多元的时候 那一刻也会觉得高 但如果有入到现在 就不觉得高 很多时候就是看大家 能不能走出这一步 因为如果我觉得前景 或者热梦面是理想的 其实高是要留意的 但反而反过高的时候 可能会买少一点 但诺心一点 知道基本上不是差的 所以就先买多一点 我觉得不断的应对 这些强势股 也是这样的 所以我想到这一刻 其实也一样 当然你说要短期 见回你联络分六十几元 我想机会性没有太多 除非那时很差 或者自己的业绩 业务或业务 有什么很大的问题出现 否则也不会 短期回到三十元 给你了 但我觉得如果你要买 真的 这些位置可以先买住 一小住 你问到我 是否这一刻买完 不用输 一定不会跌 我说不定 但我觉得问题是 刚才不断说 就是分住去买 我觉得这些位置 你可以先买住一下 如果有机会 是回心些少的 例如去到大约八十四五元 这些位置 你到时候再加多一点 我觉得慢慢做一个 所谓的草货的形式 看长一点 不要介于短期的上落 看长一点 其实整体回报 是比较吸引 你个朋友六十多元 我想当时 如果他不是太长线 可能短期已经走了 其实就避免了这一转 就是你现在看 其实他也是比较中长线 所以他也会有很不错的回报 出现了 是 有时候坐博也要有耐性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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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